各方面的落差最终会演变为感情上的落差 当然 我认为周世伟也许不会 但愿吧 是啊 借你其言 不过现在看来他们两个人还不错 不过在我们家的婚姻当中 感情不是最重要的 外婆说过 这个女人受感情的困扰太多了 所以啊 宁愿感情冷漠 也不要如胶似漆 可是诺图这个小叛逆 她能听外婆的吗 对不起啊 我问你这有点多 对不起 对不起 没关系 怎么样 外婆 走一走好些了吗 好多了 好多了 一会儿啊 再去补个午觉 小潘 外婆 回来啦 回来就好 身体好点了吗 好多了 图图啊 扶我回去 我去睡个午觉 好 一会儿见外婆 回来就好啊 外婆 早点休息 你不是要走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我跟蓝姐中间是签了合同的 蓝姐中间跟王家也是签了合同的 我也有契约精神 没关系 你跟王懦图搬亲热的时候 就当我不存在 小潘 什么 今天下午五点就要来 可现在已经中午十二点了 我只有五个小时 你这不是在让我准备 你这是要我的命啊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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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没事吧 我脚出紧了 来来来 把腿放上来 往后一点 对 放平 放松 伸直 先听我的发脚往回钩 实际 快点一下 轻点 轻点 好 再来一次啊 来 一二三 我回钩 哎 好一点吗 好多了 我给你按一下 好 还挺有用的 我以前在日本打工的时候 徒爷经常抽筋 这是我男朋友教我的办法 你男朋友 你男朋友很体贴啊 他什么样子啊 他很好 好 可是已经分手了 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我刚才听你打电话 好像有什么事是吗 我把脚放下 还不准吗 你跟我说 说她的合作伙伴 晚上要来家里吃晚饭 下午五点就到了 可我只有五个小时的时间做准备啊 这可怎么办啊 没关系 我帮你 他们家是有几个人 有没有什么忌口 家里太太有什么兴趣爱好 有孩子吗 是多大年龄 哪来那么多问题 我觉得请客人来家里 一定是要营造一个亲切温暖的气氛 所以肯定了解得越多越好 五个小时绰手有余 只要你把我刚才问的问题弄清楚 告诉我就可以了 可以啊你 听他们平时把你夸得跟朵花一样 那你也给我好好地表现一下呗 什么江湖告急啊 又去王家当救兵 林小胖我告诉你 今天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 读读读 你有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你 你现在知道来找我了 只要你答应我这次 我给你一个滔滔不绝 教育我两个小时的机会 太便宜了 我要加公司 我不要 你给我写一份三千字的心得体会 三千字啊 到底是小鲜老师的女儿啊 先陪我去买东西吧 我都答应你了 你还站着不动 我还是不想去 万一遇见那个周世卫 我怕我忍不住冲枕 去抽他一袋吧 你放心吧 王诺图已经把他赶走了 啊 他不在啊 真可惜没机会冲上去 抽他一袋吧 沈东东 你再不走我抽你啊 啊 范姐 周阿姨 一会儿炸完气球 你就快去盯那个汤 千万别顿老了 好 小杨 记得准备白葡萄酒 果汁一定要提前 十分钟榨药最新鲜的 明白 来 小帕 咱们家里搞得像 像个游乐园似的呀 漂亮吗 今天那个王总的朋友啊 是一家四口 两个孩子分别是六岁和四岁 这学龄前的孩子 一般都是一家的中心 所以啊我想把家里 弄得稍微轻松活泼一点 如果孩子玩得开心 家长也一定会心满意走 有道理 外婆 我觉得她说的 真的挺有道理的 要不今天咱们就那么试试吧 而且客人们 已经进小区了 快来啦 都督 都督 小帕 你这给我准备的哪是 白马王子的衣服 明明是 白马王子的衣服 那不行 都督啊你也来帮忙了 谢谢啊 不客气外婆 拿的什么呀 这个是给小朋友准备的 好乖 想得真周到 客人来了 客人来了 来 请进 请进 你好 你好 欢迎来自尊论 来 这是周总 这是她太太 好 这是我女儿童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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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啊 欢迎 来 跳舞好不好 来 走 来 走 这套圈会吗 没有 没有 我们去玩什么 好 跟姐姐去玩啊 谢谢 谢谢 来来来 谢谢 谢谢 行 谢谢 行吧 真好 真好 您好 先来 喝 喂 林嫂 左飞 您怎么坐这儿了 准点啊你 来接我们家盼盼 林桑 您这话什么意思 真不愧是接过婚的男人 知这小女孩想要什么 不不 你 你这么天天 接我们家盼盼 你不累啊 林桑 我想您真的是误会了 我确实是接过小盼几回 但我找他都是有事的 别跟我解释 小盼 从小到大 追他的男孩子 我们家门槛原来是 这 这 明白吗 被他们踩的 你就说多少 哪个男孩有贼心 哪个没贼胆 大眼一看 看他们眼神我全知道 但是林桑 今天这事您真是误会了 您说您要这么聊 我怎么给您接呀 这叫我没打算让你接 实话说 其实你 你 人长挺帅 人品也不错 事业呢 小成 但是 有但是的 后边你要 你要注意听 我们家盼盼 真的一过门 就当妈妈 你心里边真的烙人吗 你心里边真的烙人吗 林桑 我特别能理解一个 做父亲的这种心情 但是我跟小盼 就是好朋友 而且今天我来 我是给他送东西来的 我年轻的时候 也是这么泡妞 套路 小盼 老掉牙的套路 我现在只想 眼前有一张大床 然后你把床 跟我一块儿运回去 你平时运动量 不是挺大的吗 怎么今天这点 就受不了了 不是 这照顾小盼 又实在是太累了 你平时折腾袁衣 也是挺不容易的 那我厉害了吧 盼盼 小盼 你来啦 好 今天送袁衣局的外婆那儿 袁衣想你了 死活非要让我 给你送水果来 我这不就来了 你怎么还没走 我 我下了班 这个 不敢走啊 怕有人截胡 行吧 我给你拿水果去 老爸 你是不是觉得我身边 除了你之外的疫情 都没安好心啊 对 就是这些男人 我还不了解啊 一会儿坐飞飞 一会儿又飞飞 飞呀 飞呀 没安好心 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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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袁衣吧 他比我有心 我啊 多亏不是钻戒 你 你盼盼 现在面临你人生一大抉择 老爸 我是下了班不放心你 想接你回去 他不知道安的什么心 也想接你回去 一个有水果 一个没水 一个有车 一个没车 一个献殷勤 一个是不要爱心 跟谁走 你决定 小潘 你别说 林桑就像你说的那样 太爱开玩笑 潘姐 你这怎么选 还要快点混呢 吃苹果吗 我说过很多次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结婚 这订婚礼就更可笑了 这订婚礼就更可笑了 涂涂 你已经不是任性的年龄了 你的婚事不是你个人的事 是你对家族的责任 外婆不是在跟你商量 是在通知你 你呀 要尽快地和周志伟 举行订婚仪式 但当初 你跟我说的 是要带一个男朋友回来 你没跟我说什么 订婚结婚的事啊 带个靠谱的男朋友回来 然后结婚 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任何不以婚姻为目的的恋爱 都是耍流氓 反正我不会订婚的 我再说一遍 这不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 这是你的责任 不要逼我 逼我就离家出走 你敢走出一步 我就停了你的银行卡 我看你的乐队怎么办 外婆 你真以为我不知道 你在苏州河的仓库里干什么吗 图图啊 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啊 你不能只考虑自己 现在生意这么难做 你妈妈就是三头六臂 也难招架呀 可是你呢 又不愿意参与家族的生意 你让我这个老太婆 再重新出山呢 要是家族的生意破了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能给我和你妈安定的生活吗 这个呀 只不过是个仪式 也不用你操心 今天我们已经请了 婚礼策划团队 图图 先把订婚的事 准备起来 好不好 一个订婚礼 有什么可准备的 我们生意伙伴那么多 还有亲朋好友 至少二十桌 够了 你们一直在把我当猴耍 我不想当你们的傀儡 我每退一步 你们就得寸进士一步 是不是 我告诉你我受够了 我不要再过这样的生活 好 你去过你自己的生活 我就把你的银行卡 全停了 把苏州河的仓库收回来 租金也不付了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老婆 你提什么气啊 小舟多好 放弃了太可惜了 小潘 你帮我去劝劝图图 好不好 好 有什么话直说 我知道你是来给外婆当说客的 对不起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对周志伟有感情吗 这跟你没关系 他只是一个各方面条件 都符合外婆要求的结婚对象而已 你根本就不懂 我确实不懂你为什么活得这么宁吧 你不是一直标榜自己要特立多行 不走寻常路吗 那你为什么还要为外婆 带回来一个男朋友 既然已经屈从 那你为什么又不继续下去 又要跳出来反抗 我刚才说了 你不懂 是我不懂 还是你根本看不清你自己 在我看来你所有的痛苦 都只是因为你想要的太多 你既要自由独立 你又舍不得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你如果真的那么反感 他们对你的干涉和控制 你就应该经济独立 你真因为你什么都知道啊 我根本不需要知道很多 我只知道我自己挣钱自己花 我挣多少都开心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谁也别想用 断我的信用卡来摆布我 你 我看什么 我来 干吗 你又在那儿去哪儿啊 在那儿去个地方 带他上车啊 我来 你干什么去呀 你坐着什么地方啊 你看 你带我来养老院干什么 待会儿你就知道 谢谢 慢点 爸 爸 王小姐 您来啦 你最近好吗 我来看你了 你胃口好吗 吃饭香不香啊 你是谁啊 我 我药都吃了 饭吃得也挺好的 爸 我是图图啊 你不记得我了 我药吃了 我饭都吃了 再见了伤心 再见了昨天 雨后天晴的快乐 才是最想去的地方 天空多自由 却那么遥远 只要让自己勇敢 没有去不了的地方 未来是什么样 我们是什么样 每一天每一刻都不漫长 未来如果明亮 生活就该这样 每一天每一夜 每一天 感觉靠近了温暖 梦想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 我在想 你的声音好特别 既冷酷 又温暖 有一种穿透力 好像能射到人的心里 我一直都感觉 我一直都感觉 我跟你不一样 你从小 一时无忧 万般宠爱 是个公主 所以你没心没肺 什么都不在乎 但是刚才看到那一幕 听到你的声音 我才发现 你的心里 其实有悲伤 有温暖 有智烈 也有忧郁 我这才感觉 其实我们挺像的 都有自己心里的阴影 敏感纤细 你并不是不在乎 你只是拿冷漠当铠甲 来保护自己 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 声音都是最独特的东西 有的人 你可能记不得他的脸 但是却忘不了他 不得了他的声音 每一个人都是天生的歌唱家 所以心里学家会说 一个人歌唱得好不好 就要看他内心的冲突大不大 你告诉我 真的每一个人都是天生的歌唱家吗 当然 是 木途 你可以跟我讲讲 你跟你爸爸的故事吗 如果你愿意的话 他不是坏人 他也很爱我 我身上流着他的血 我是他的女儿 就算我跟他很像 也不能成为他们攻击我的理由啊 从小我就非常喜欢唱歌 只要一唱歌 就能把所有不开心的事情全都忘掉 但只要我一唱歌 妈妈跟外婆脸色立马就变了 不知成月 几人归 落月 摇晴满江树 天才呀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小的孩子 就会被春江花月月的 前途不可限量啊 童童 叔叔阿姨 我再给你唱一支歌吧 好呀 好呀 好 童童 不唱歌 背诗啊 背诗都好啊 她不会唱歌 一开始 我并不知道为什么 直到有一天 我翻到一张我爸爸的照片 原来我爸以前 是一个音乐老师 在爸爸的帮助下 我参加了 上海的歌唱比赛 并且顺利进入了决赛 你知道吗 那是我最开心的一天 但也是我最不开心的一天 看看 我女儿多漂亮 爸 我 我觉得我有点紧张 紧张啊 紧张什么呀 就像平时一样就行了 一号选手 快上场了 知道了 加油吧 加油 紧张 路途 外婆跟外婆回家 外婆 我警告 少一点接触我女儿 好 后来有一次 我爸骑车上街 被撞了 她的头被撞成了重伤 从那以后 记忆力也开始一点一点地消失 是 真该感谢我外婆 虽然她平时看不上我爸 但我爸出事后 是外婆不计一切成本的救她 直到医院宣布 我爸再也没有康复的可能了 外婆就把她安排到了这里 疗养 所以 你经常来看她吗 每周都来 她的病情 非但没有见好转 反而一直都在恶化 医生说 大概用不了多久 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在上个星期天 雨后的晚上 和别人对有伤 说了声 在前之后 青春一样的烟花 开满了夜空 一夜之间 长大是最幸运的 勇敢的目光 才是最真实的 就像 我一样自由地飞翔 就像 我一直喜欢自喜的梦觉 就像 我一样永远快乐的歌唱 就像 我一样永远快乐的歌唱 我就是我自信的力量 我就是我自信的力量 小看 你们俩到底谁赢了 兔兔把你带出去 那么是你说服了他 还是他说服了你啊 我们俩打了个平手 我们俩打了个平手 我相信啊 你一定会赢 为什么呀 外婆 因为啊 我们王家没有退路了 你知道吗 现在外面很多人都传说 说我们王家呀 气数已尽 生意上没有接班人 我就是要让图图的婚礼啊 向他们证明 我们王家生生不息 我们不会倒 好 进来 给你切了个橙子 吃点水果 补充VC 心情也会好一点 谢谢 雪盼 可以陪我聊几句吗 好啊 走吧 说实话 周志伟是我花钱雇佣活来的 两年三十万 我知道 可能全世界的人 都会觉得我的所作所为 很荒唐 很愚蠢 也很可恨 但谁能告诉我 除此之外 我能怎么办 付给周志伟的三十万 是我唯一能够掌控的事情 因为 那是我从小到大 自己存的私房间 你说 我能怎么办 我能怎么办 我知道 你也不好说 我要么放弃乐队 放弃演出 要么放弃跟外婆的对抗 但我既然选择了用周志伟来稳住外婆 然后 我为什么不坚持下去呢 这样可以找到一个 跟外婆平衡的方式 既没有放弃自己 还让她安心 我何乐而不为 但我只好准备了 我不能够 那我主要是 我随着 我可不准备了 又是 你自己敢劣了 不准备了 不准备了 好准备了 你答应了 从此以后 我跟你不再有任何关系 滴滴梦里 心爱的心 未曾平行 时间的眼来一滴 落下 竟如此美丽 遇上了岁月的呼吸 划解了凝结的回忆 用一身寻找四季 心底那宁静的痕迹 触摸你目光的日子里 温暖不是心 不是 外婆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你让我早上五点起来化妆 哪有那么早啊 不 我 我就是拍个婚纱照 哪有那么早的 图图 你这是强词夺理 我们就是为了照顾你的情绪 已经走了简约风了 本来不是说 要到新西兰去拍婚纱照的吗 现在改在上海了 如果你连这个都不答应 那 那就别办了 不办最好 我也不想办 就是你们想办的 行了行了 你们俩别吵了 快走吧 快走吧 走吧 听外婆的 快走吧 就算我求你了 好吧 行了行了 外婆都求你了 快走吧 走吧好孩子 快走吧 听话 听话 爸 爸 好 准备一下 一会儿送他们去婚纱店 别别别别 一会儿 你也跟他们一起去吧 我得去啊 你就不能不去啊 为什么 老爸是这么想的 你看这个时候 你去那种地方 婚纱店 是吧 我是怕你触景生情 反正那件事 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 你何必自己 给自己找不痛快呢 对吧 行 我一会儿看看 要是能不去 我就跟他们说不去 别推我 小畔 陪我去趟婚纱店 不是讲好我们陪你去吗 你们就别陪我去了 你们陪我去我就不去了 刚才说得好好的 行了 行了 小畔 你陪我们妥妥去一趟吧 不 要这样吧 我陪你去 婚纱店我熟 不用 林桑 让小畔陪我就好了 我们九龄后的审美 你们都不懂 可可可 可是婚纱我也很聊聊聊 我陪她去 那个 我们年龄相访 好 那就这样吧 那好 那来 来 大家上车 好吧 来 快 上车 快去吧 不用不用 我开自己车吧 拜拜 我们婚姓公司啊 是万豪酒店的合作伙伴 你看 这些呢是我们公司 各种定制婚礼的一些风格 这个是地中海市的 这个是森西 还有这个 等一下 等一下 还不错 我觉得 我头都大了 最近不是挺流行森西的吗 你就森西吧 可这个是梦幻浪漫戏的 虽然第一眼看上去有点不同 但它是 没关系 我们家小姐的意思是 可以定在四男公馆 因为四男公馆的户外 它是有草坪的 然后比较森西 清晰 活泼 比较适合年轻人的情 就在赶紧 是因为四男公馆 也算是一样 在马上达的 文字上 又是什么 数字 还是 齐 这些是 不想预充 这些是 那些是 女人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丹薇》 咱们这是要去哪儿了 咱们直接去婚纱店吧 没想到你比我还累累奉心 越是不喜欢的事情 越是要快点做完 这就是我的风格 走吧 走啊 快点 没想到你们家的婚纱这么全 这是西班牙的 还有法国的 居然还有日本的贵有美 真不如愧是老子豪 你对婚纱还挺有研究的 那我就放心了 你把她刚才说的那几个牌子 都准备一下 不过请允许我提一个小小的建议 因为我们的名牌婚纱呢 会更适合那种长发飘飘的女孩 当然针对您这种短发的女士 我们也有准备好了头纱和假发 搭配起来都会很好看的 那你的意思是说 我穿个婚纱还得磨灭个性啊 我觉得是这样的 与其用头纱来遮着短发 不如大方地展现自我 短发女生可以选一些 有个性 有态度的婚纱呀 谁说新娘就一定要千篇一律呢 说得好 小派 那你帮我选吧 简单力凑的就行 好 咀嚓得好小派 你帮我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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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了 小姐 您看这件婚纱怎么样啊 线条流畅 又没有那些繁杂的装饰 我觉得还挺适合您家小姐的 你们怎么会有日本的中古婚纱啊 这个呀 这件可是我们老板从欧州的中古店买回来的呢 你别看它款式还挺简单的 但是上身效果非常好 一般人的话我才不轻易推荐它呢 什么好东西啊 我给看看 您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到旁边试一下呀 试衣间就在旁边 好啊 小派 你试试去呗 我试 对啊 穿你身上肯定好看啊 不好意思 我有点糊涂了 你们二位到底谁结婚呢 别大惊小怪 我订婚 但是婚纱太麻烦了 我跟小潘身材差不多 请她代劳一下 这个有点不大合适吧 虽然你们两个的身高体重是差不多 但我觉得气质方面还是有点不同的 婚纱这种东西嘛 还是自己试的话 效果会比较好的 辛苦你了 小姐 太美了 你能让那位小姐也过来看看吗 哦 对对对 好的 好 谢谢 我 是我 小胖 你也是 老医生 懒孟 你不可以 老医生 老医生 我老医生 FOR coming 我们養老师 你可要 NTD 你活动 我们没见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